回家吃饭 这两个融合它能好吃吗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排骨炖带鱼 排骨啊 路边上的食材 带鱼那算水利的食材 这菜是不是也跟别人喜欢 跟我师父呢挺别的 我来一个鸡礼泵 泵就是虾 这两个呢 我们是要分开这样的 我们这个鸡丁啊 不能给它划全熟了 虾仁的这个香味 和鸡肉的香味 能够到一起 路老师你好 上期看了您那个节目啊 我在家怎么弄 这个户都是不松脆 糖醋里呢 必须要有一个户 我们这个户叫硬户 玉米淀粉 然后还得加一点点的面 加面的目的呢 增加它点酥脆的这种质感 这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户的比例有问题 那您说一下我记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是三比一 然后呢关小火 温柔去浸炸 炸熟 诶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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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继继继继继续 我们的栈对有那个 董哥 这个您刚才跟炉的初生交流 对对对 感觉这炉的初怎么样 确实因为良试意忧 咱们跟人家去好好学 是啊是啊 因为人家不仅厨艺高超 而且呢您这这形象上也好 它确实是确实 再行还没您形象 对对对 咱们他这形象都是uge 颜值比较高点 对颜值上来说呢 我们几乎是占无不胜 关键我们今天不比颜值 我们比厨艺 咱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 董哥您先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旧经济交易市场的 一个二手车经销商 我叫董松坡 董哥是坐二手车的 今天咱们这个做完饭以后呢 坐二手菜也可以找董哥 哎呦喂 想要您说呢 头一手是露一手 二手是跟卢大厨学一手 卢大厨您介绍一下自己 是交坡认的老师 卢小光老师 董哥您刚才跟这个卢大厨 您都记得什么了这本上 就记了大厨跟我说的 秘籍的那个做法 对秘籍 这个好不容易碰到卢 卢老师有这么一次学习的机会 必须记一下 今儿您给我们做一什么菜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排骨炖带鱼 又排骨啊 这个大伙常吃哈 但是带鱼呢可能溜点心味 对 这俩用融合完能好吃吗 这个 待会您尝尝啊 咱们就操作了 我俩您边坐咱边聊 好好 来来来 把小本哥边点 行行行行 大伙那带回来 咱们先说这个排骨 好 首先选材这块 一定要这个 类条 这道菜的精致 就是精致到排骨 特色 特色在这个带鱼这儿 对 必须用咱们国产带鱼 罗老师您说这个国产带鱼和外国带鱼 怎么分别 咱们这个国产带鱼 相对人员呢 就是苗条一点 它呢 这个后背呢 没有那个大硬骨头 如果要是我们那些什么西非带鱼啊 它那个肉质比较糙 吃起来也没有那么嫩 咱们这国产带鱼 这味道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对对 这带鱼咱怎么处理呢 带鱼啊 咱们是取这个带鱼的后半端 你强了这块这肉多呀 肉多 是吧 未必好吃 咱们要的是这个带鱼的特色 对 那您这样您处理 您处理 行行行 我先来着 罗老师您说 董哥呢 选择这个带鱼啊 选择用这个后半端 有没有点浪费这个嫌疑 但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就是他这个选择呢 就是精致 精致一点 要求呢 比较高一点 其实在我们家里边做饭 完全没有这个 对对 这么去讲 对对 你把中间那边使了也可以 我这现在切好了 咱们把这个带鱼啊 先那个腌制一下 但是这个带鱼您看啊 带鱼这块呢 就是 鳞 鳞 鳞就去了 对 这是去腥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咱们先那个用点葱 这是给鱼腌味 对 去一下它的腥 完了蒜米 咱们那个家里边不要切 拍一下 用它这个蒜汁去这个腥起 虽然说咱们一直怀疑哈 说这带鱼可能比较腥 跟排骨搭配完以后啊 这菜的整个都行啊 嗯 那我们董哥用了很多的小办法 让它为腥味呢 慢慢去除 对 完了咱们加点盐 撒点盐 关键的一波 咱们下一波要用料酒了 这个就放在旁边了 咱们下一步咱们处理排骨 好 那直接就这么腌着就行了 先腌着 现在先暂时不能抓 咱们把那水加上以后 咱们得抓 对 加上一些水 对对对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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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步就是去去排骨的血水 对 主要是去一下这个排骨血水 为什么要用冷水去焯呢 就是把这个血水要焯进了 其实作为我们专业的来讲呢 就是分冷水焯和热水焯 一般焯一些血水多的 嗯 这个西木尔大 我们使这个冷水焯 但是呢 如果像排骨啊 鸡的这种 你也可以水焯水和热水泡 也可以 直接泡一泡 哦 把它的血水拔一拔 咱们现在抓一下这个带鱼 为什么呢 等着一会儿呢 因为啊 要那蒜汁侵入到这个 它有一个入味的那带鱼 对对对 有一个小小的过程 冷冻一抓完了 就混搭了 这董哥 咱们这个又腌多长时间呢 在半个小时之内 您这个吃上有什么经验没有分享分享 吃上这块 哎呀太多了 因为就为了吃 我曾经夜里12公斤的时候 就突然突然之间 这想吃这个海边这个炒花鸽 那跟哥几个一族 我们去哪了 得了 当时我们就去那个南南河 那边有一个当地的 就是一个老板 给我们每次都做这个炒号 那当时那个花鸽学回来以后 就是也记下来了吗 什么记也都不用记了 我一个月去了七趟 好就一个月都去七趟 对去了七趟 您这回来后来以后尝试了吗 哎呀别说尝试了 自己琢磨 自己研发 我做了200多斤的花鸽 这200多斤失败了有90多斤吗 不是 成功了有9斤 那就是等于就没怎么成功了 这9斤的效果怎么样 家里人是不是一扫而空 不是一扫而空 是连汤都没了 这董哥很用心 对 这一用心呢 一记录就把这东西给做好了 这个排骨差不多了 排骨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排骨一开锅 咱们就算是高级 不要再编的话 就是稍微一冒 把他那个血水出一下就可以了 就行了 咱们下一步咱们就是 先做排骨 盛州白金优选食用条和油 为本节目指定用 盛州为国人制好油 这个油炒肠是有点难度 它容易红 对 这个一定要搅 对 尤其后期的时候 要快搅 对 要不它那个 就活出来 它的颜色不一样 行 咱们把排骨 咱们把排骨化掉 其实它为什么要炒糖鲜 就是通过用这个糖鲜 去编这个排骨 给这个去腥了 放上酒的目的 一个是去腥 其实还要一个 更短的目的 这个见根 要不然那个糖鲜就变糊了 我们在这个炒的过程当中呢 先加入鲜料酒 既能挤到它具腥的作用 还能降一些温度 对对对 因为它不是弄糊 对是 你看这个排骨 这个火候就可以了 表面焦 焦黄 表面焦黄 酱油 酱油 调一下色 我特别好奇啊 东哥 那为什么您这是选择 是用排骨和带鱼搭 因为带鱼是腥嘛 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排骨 这个腥 不容易轻到它这个 不影响排骨的味道 好好好 实际上来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排骨 里边含脂肪含的比较多 猪肉里边的脂肪 所有鱼里边的脂肪 融在一起 它会把我们这个鱼的腥味带出去 咱们需要一个鸡蛋 鸡蛋好 后面有 只用蛋清 不用蛋黄 咱们灌这个蛋清啊 就是为了更好的 就是隔离它这个腥味 好好好 看下 这个带鱼已经要煎到金黄 行 这样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总共这个您 平时您这么吃到哪 学到哪 那您这个 今儿这菜是不是 也是跟别人学的 是 这道菜呢 是我跟我师傅呢 主节的 他们家每次都给我做这道菜 哎呀 那这个师傅知道土地比较馋 是吧 一做饭呢 就做这个有鱼有肉的 为了就是咱们这次节目呢 我又去特意的请教我师傅 行 咱们这个带鱼现在可以出锅了 其实他挂完这蛋户是不是 让他这个两个更好的融合 对 他主要为了吸这个汁 我现在再加一味调料 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把这个辣椒尖去掉 这个是起到这个熬汤 东哥 您看这个排鱼和带鱼啊 我们是家家都有做 但是呢 这个这两个融合 这味儿会不会串掉 不会的 我也有做失败的时候 这个带鱼味儿直接串到这个排骨的味儿 这排骨就腥了 特别特别的腥 后来呢就是您处理 对 经过几道工序的处理吧 关键的最后的那个一个步骤是挂户 让他们直接隔离 大火收汤 你现在闻这道菜有没有什么腥味 现在真没有 而且整道菜做的过程 没有用一点点醋 这个去腻不同的 对 没用传统那种 用醋去腥的 这个是什么不同的 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了 等一会儿 因为咱们这个还得需要补一点糖 加点盐 调味料是在我们快出锅的时候在放的 对 因为本身咱们刚才 在腌制带鱼的时候已经放了盐了 好了为了提鲜呢 咱们加一点这个白糖 糖就是提鲜的 提鲜 然后合胃的 让它融合各种 这种融合到一起 那咱们出锅 出锅 好 我们这道呢 我们用排骨带鱼的 它就做好了 这菜叫什么 这叫排骨炖带鱼 到底味道怎么样呢 对 尝尝带鱼 尝尝带鱼 尝尝这个精选带鱼 鱼肉皮 这个带鱼的味道还更好吃 更嫩 是吧 它更嫩 第二呢 它是鲜 这个表面的 形成那个小膜 小皮也特别好吃 我们的这个淀粉和蛋清的融合 对 上面这个还有这个排骨的汤汁 对 还不腻 还可以 不错不错 排骨蹲带鱼呢 要求这个带鱼 用鱼斧的后板端 带鱼这个鱼鳞 一定要清洗干净 排骨焯水 一定要是用冷水下锅 腌制好的带鱼是 两面蘸好干粉 裹好蛋清 放在锅里 煎制 排骨 大概炖制十分钟左右 咱们放入带鱼 小火炖 然后最后大火收汤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它特别挑一片 喊您回家吃饭 排骨啊 是一个那个 算是陆地上的食材 带鱼呢 算是水里的食材 对 水路两栖结合 没错 对对对对 这个卢特猪 您是不是也得来一个 我也来两栖的 您也来两栖的 对对对对 我来一个鸡里泵 有海虾 虾 泵就是虾 泵是虾 对虾 今天我给大家做这个菜 是山东的鸡里泵 因为为什么我要着重提说这个是山东的鸡里泵 对呀 山东的鸡里泵是白汁的 还有一个什么河北的 是酱汁的 它是酱汁的 而且呢 它是选用的是河虾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好 那咱们这个呢 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加工 我们先来加工这个鸡胸 我们讲究切这个东西呢 要顺着它的纹路把它改成条 咱们方形的丁 切成长方形 切成长方形 对 这有说到吗 你看啊 我们是顺着它的纹路去切的它这个丁 一会我们一将它 它一滑油一成熟 它就变成正方 就变成正方形 对 又跟卢老师有切 如果你要是现在给它切成正方形的 你滑油 一会又想 它扁了 这鸡尖呢 我们就切完了 这可以了 下边呢 我们来加工这个虾仁 它的含水量比较大 我们为了让它不脱浆呢 就是必须要把它的水分给它蘸干净 这样才方便你的这个下一步的上浆 这两个呢 我们是要分开浆的 分开浆 对 因为我们上浆的这个程序是不一样 这个因为它含水量大 这个含水量小 这个呢 我们要蘸水 这个要往里打水 我们先要给它放上点盐 来点料酒 放完盐以后啊 你就会越抓越粘越扎越粘 它就形成一个蛋白质凝固 所以我们要往里边打水了 所以我们抓的时候一定要放一些清水 对 一定要放水 放水的目的就是为了嫩 这是第一层防护 它自己本身的这层防护 形成一层蛋白质 然后是蛋清 我们上浆的淀粉尽量使玉米淀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含的这个质量很多 比较粘稠 卢大厨给这个鸡肉啊 做了三回 这是三层防护 三层防护 第一回呢 就是加一些盐 一些清水 第二回呢 加入蛋清 第三回呢 就是上我们的玉米淀粉 然后我们稍微来点油 给它稍微封上 我们叫封浆 给它稍微表面 给它挂一层就行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虾仁了 给虾仁上浆的时候 它的含水比较大 所以呢 第一呢 我们首先要放盐 第二步就是放蛋清 这都是一样 这都一样了 第三步不一样了 是什么呢 我们要放纯的干粉 要不然它会 它挂不上 因为它 你看它水 特别多吧 特别大吧 然后我们放干粉 这你看我们这个表面没有 薄薄的一层 就可以了 您再给我封点油 好嘞 那您现在用这两种方式呢 把我们这两种食材 上浆了 上浆了 一会儿您炒来的时候 它这个味道就能保证 它不 那今后我们再给它 迅速地烹到一起 靠锅气的力量 把它融合到一起 下面呢 咱们来做一个 它这个菜的一个 点睛的一个香料 山东菜我们吃的花椒油 对 鲁菜的花椒油跟 川菜的不一样 这个鲁菜的花椒油 那是提香的 川菜的花椒油 是麻辣的 是麻的 那这个罗大嫂 你现在除了这个 带鱼和排骨能搭 虾跟鸡能搭 还有没有别的搭配 更有别的味道呢 很多搭配 它最典型的 就是鱼洋鲜 这鱼肉和羊肉 放在一起 就是鱼洋 就是鲜 这鲜字就是鱼这么来的 是最合适的 对 我们把这个葱姜 煸成焦黄了 这个时候我们放入花椒 然后把它逼出来 这个时候 山东菜有一个特点 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碰汁 碰汁 对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叫对碗芡 盐 胡椒粉 去腥 增香 白糖 提鲜 好 醋 为什么要这个里边要割醋呢 就是要靠醋的这种香气 把虾仁的这个香味和鸡肉的香味融合到一起 我们这汁就很简单 白汁这种 白汁就是这么调 对 然后我们放淀粉 荔枝抱歉 看着就不错 先把我们的这个调味品 先给它过油 那么这个黄瓜 黄瓜 我们直接放在这个漏勺里面 这个油温呢 在三四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丁放进去 可以先放这鸡丁了 我们这个穿了三层衣服的 穿了三层衣服的这个鸡 也是三层衣服的鸡丁 对对对 你看我们这划完以后 这鸡丁的色泽洁白 我们这个鸡丁啊 不能给它划全熟了 划到七八成熟 你还还有生的 我就把它拿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个不能说 我把它弄熟了 再弄它就老了 我们把这虾仁放进去 下去以后 迅速的它就收缩 因为虾仁比较容易熟 对 而且刚才您说 这个虾仁也不至于说 太熟了 对它更不容易熟了 它也是七八成熟 就出锅了 这就出锅了 对 这个时候 然后把这个鸡丁虾仁放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搅匀了 一定要搅一下 闻着这个香味 葱姜蒜的这个香气 花椒油 好 鸣锅 咱们空锅装盒了 您说它为什么叫鸡里泵的 你说这个虾它是不是 泵来泵去 这个泵就是代表这虾 我们这个鸡里泵已经做完了 但是到底好吃不好吃呢 我要跟您说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它真的鸡里泵的 喊您回家吃饭 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吧 好 白等这菜凉了 刚才你看您都不好加 对 是吧 很软 很嫩 我们叫宁牙祭碎 特别嫩 能吃到它的新鲜感 就感觉那个活虾在水里泵的那种感觉 今天我吃的鸡里泵 让我吃出新鲜感来了 就我没想到这个鸡肉 我们经过这么的炒制 它还是这么嫩 对 首先来讲呢 我们先把鸡胸切成鸡丁 将鸡丁打粘以后 放上玉米淀粉 给它上一层薄姜 下着把它抓粘以后 直接放干淀粉 上姜 葱姜炸至焦黄时 放入花椒 炸成花椒油 将主料配料倒回锅中 烹入碗芡 出锅装盘即可 我们今天主题嘛 其乐融入一家人吃的菜 面上边呢 刮上油 分出层次 土豆炖粉了 炖沙了以后 把它留在汤里边了 花椒再逐步地打开 它就是一个 对对对 哇 酸味鲜香一波出 在家做饭的时候 媳妇和面 杀色摘菜 全家总共缘 对 做饭的时候就已经其乐融融 对 一波出最好的感觉 之前我们把这个两个食材 分开的上将这个步骤 对 主要是食材它的本性不一样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进行处理 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成熟点 对对对 我记一下吧 利用 您记一下 接下来啊 我们在家里头您就可以尝试一下 把更多的融合菜您在家里头尝试 是吧 咱们把这都吃了 不好学 好不好 您记完了一会儿 我回您做 行行 回您做 我记完您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